副总理张志贤在滨海堤坝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 每个人都应该在生活方式做出一些调整 以便为我国节约用水工作建一份力 他强调大家应该采取行动 立即减少不必要的用水 并且向现场一万多名出席者传授了省水妙招 副总理尚达曼在玉兰湖出席活动时 也谈要预请国人省水 让他们泽币服脱立即使能下降 就把泽币服分上 зн已把泽币妖礼感叹,国生的哦 噜少做装着泽 acad 从发起泽嘛 耶朕 他们对 Switzerland的适量 里面的 戀 饼 我